有部记录一个紧急事件的影片 在社交媒体上疯传 影片中,一位8岁女孩 Naden悬挂在15公尺高的高压电缆上 这个事件发生在4月16日下午 印尼丹格朗市 但这个事件是如何发生的? 影片中,女孩紧抓着刚装好的电缆 原来电缆还在很低的地方时 女孩就抓着电缆了 后来电工把电缆拉高 要安装时,女孩就和电缆一起被拉到高处 根据Kun Paran 依照事件发生的顺序所做的报道 这名女孩起先在安装电线的施工现场玩耍 然后她开始玩电缆 抓住电缆 电工要拉电缆了 但女孩并不知情 过了片刻,电工开始拉电缆 直到电缆被拉到高处 当电缆被拉到高处后 女孩紧紧抓着电缆,不敢松手 她被悬挂在15公尺高的高压电缆上一会儿 然后她开始求救 她说她快抓不住电缆了 当地居民看到后,立刻来帮忙 她们找来床垫,放在地上 叫女孩松手,她们会接住她 这名女孩很幸运的获救了 她立即被送到医院做检查 当格朗哉害管理局主任 Klaus Rudin确认了这个事件 她表示,这名女孩的父母有过失 没尽到监督小孩的责任 所以事件才会发生 但她也对印尼国营电力公司感到失望 他们应该在施工现场 每隔几公尺就安排工作人员 以监督安装电缆工程 同时,印尼国营电力公司也对此事件发表书面声明 表示歉意 他们解释,施工人员在安装电缆时 并没有察觉到有个小孩抓住了电缆 对于这个事件,你有何看法呢? 请把你的意见写在下面吧